自願利行一連四日進行的賽事有六十隊 超過一千多名來自世界各地 超過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賽者參加 當中分別有男女子組威脅青少年組別 Adrienne 今次香港有個標準的冰球場 你之前都打過Hockey超過十年 你覺得這個球場是怎樣 這個球場是標準的Hockey標準 有一個尺寸的尺寸 那些公眾可以多些位置給他們看 可以給他們享受 一邊吃東西一邊看 還有那些冰 即是那些碟子 會保護他們 不會被人打倒 至於Samantha和Adrienne一樣 又是打球超過十年 你覺得這個球場給你感覺又是怎樣 比較辛苦 因為這個球場那麼大 你就要跳過一段階段 有這麼多個球場 也有這麼多個球場 現在是五打五對五 所以讓那些球場更創造 所以辛苦一點 但也很好玩 如果大家對冰上曲棍球有興趣的話 明天將會有多項決賽進行 大家不妨到現場 感受一下這種運動的氣氛 代表中國體壇最高榮譽的2002年